聋哑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群体没有多少人能接触得到 他们听不到声音,也说不出话 在外面的世界受歧视,被当作异类 于是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圈子 可这样看似包容互助的旗号下 还是有着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黑暗 乌克兰的小镇上,少年谢尔盖正在公交站台前问路 他是一个聋哑人,今天是他开学的日子 那是一所专门为聋哑人建立的学校 开学大典上的同学们各个西装革履 整装焕发,老师们也热情贴心 看起来温馨极了 谢尔盖没有家长陪同,也没有好友陪伴 他独自一人拖着行李,终于找到了这里 因为路上耽误太多时间,导致他错过了开学大典 他只好单独去找校长报名登记 与刚才在大典上温柔慈祥的模样不同 校长只是敷衍地看了下谢尔盖的资料 很快便打发他去教室 学长领着新来的谢尔盖到了教室 此时正在上地理课 班里的同学不多,他们也都是聋哑人 每个人都上下打量着谢尔盖 不怀好意的眼神也在暗自传递 不知道打着什么鬼主意 到了午餐时间 端好饭菜的谢尔盖选择了只有一个人在吃饭的餐桌 可他刚坐下,对面的人便拉过他的餐盘吃起来 谢尔盖也不敢制止,只能默默地看着 路过的一行人幸灾乐祸,大家都在等好戏 只有走在人群最后的学长把谢尔盖叫了出去 也许是看谢尔盖身体壮实 学长带他去见学校的大佬 说不定能混个位置 初次见面,大佬想看看谢尔盖的服从性 他在学长的指点下依次脱下衣裤鞋袜 看得出来,大佬还比较满意这个新人 随即便让学长带谢尔盖去宿舍安顿 到了走廊,学长拉住谢尔盖 示意他给一些好处费 但谢尔盖身上的钱实在太少 学长很不满意 找新宿舍时,学长坏笑着 一把把谢尔盖推进女寝 女生们正在换衣服 可他们并没有太多惊慌 反而是更加蛮横地将谢尔盖推了出去 几经波折,谢尔盖最后去了一间四人宿舍 终于安定下来 谢尔盖不知道的是 这个宿舍里住的其他人 正是学校的五个大佬之三 此时,他们正在别的宿舍搜刮油水 晚上,带三个大佬回来 一把将睡梦中的谢尔盖拎了出去 如此菜鸟的他自然是不配住在这里的 开学的第一天 谢尔盖在走廊里度过一夜 好在大佬们给了谢尔盖一个机会 带着他去学校的秘密基地打架 只要他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就能获得应有的待遇 学校的学生都聚集在这里 等着看谢尔盖的笑话 五个大佬亲自上阵 就像他们当初进来时一样的上位方法 谢尔盖自然经不起五个人的围攻 很快便被垂到地上 但身体还算强壮的他 没有那么脆弱 即便在巨大的劣势下 他仍然奋力反抗 还扭伤了其中一个大佬的脖子 谢尔盖一战成名 大佬们认可了他的能力 不仅同意他回到原来的宿舍 还让他加入了这个团伙 大事小事都带着他一起行动 学校里年纪小的孩子 会被一起安排去列车兜售挂件 如果遇到没人在的车厢 他们就会拿走里面有价值的东西 要是遇到落单的人 他们就直接赌上去 打晕后再抢劫 所有抢来的钱都要上交给五个大佬 他们会时不时去手下人的宿舍翻 要是发现了私藏的钱 等待他们的只有一通毒打 除此之外 学校的老师也和他们有利益关系 大佬们还做皮条课 晚上带着学校的女生们出去工作 白天教他们木工客的老师 夜晚开着面包车运送这些男女出入 他们主要的顾客是货车司机 这些人长期与妻子分离 再加上紧张枯燥的驾驶 让他们格外需要夜晚的慰藉 每天晚上都有不菲的收入 收到的钱 大佬和老师的先分配好 最后剩下的钱才是姑娘们的薪水 即便钱不多 但他们也没有怨言 这个庞大的组织下 因为有大佬们的庇护 他们的地位才不算太差 谢尔盖真正上位的机会终于到了 在某个工作的夜晚 负责掌管姑娘们的大佬 被倒车的货车撞倒 因为听不见货车的喇叭 也无法发出呼救 货车从他身上静止撵了过去 一命呜呼 人虽然死了 但对学校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每晚的工作可不能停 鉴于谢尔盖以往的出色表现 他接任了死去的大佬 也正式成为五个大佬的核心成员 某天晚上 谢尔盖刚送完第二个姑娘接客 转头便看到了正在货车司机身下的沙拉 他早几分钟被客人挑走 此刻正在卖力地工作 和其他人不一样 谢尔盖对沙拉是有好感的 从未经历男女之事的谢尔盖 看得心里有些痒痒 等姑娘们结束 回来时 谢尔盖主动和沙拉提出需求 带商业好价钱 他们在杂房里完成了交易 沙拉一直梦想去意大利生活 然后找个意大利的男人嫁了 现在他需要努力地攒钱 对于沙拉来说 这只不过是多一单的收入 但对初次体验的谢尔盖来说 却意义非凡 木工客老师正接了一单大活 他和意大利的一个老板签了合同 准备将拉皮条的两个姑娘 送去意大利 办公室里 老板将意大利的生活描述得 绘声绘色 还送给他们意大利的T恤 两个女孩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殊不知等他们过去 其实是被卖到更大的情色场所 有了新期盼 沙拉更渴望多赚点钱 未来好在意大利生活 但谢尔盖却不愿意这样 她不想让喜欢的女生出去接客 甚至将沙拉关进面包车 其他大佬自然布满谢尔盖的做法 将她踢出了核心位置 现在她只能和小孩一起去卖挂件 目前要做的是尽快把两个姑娘送过去 一切都很顺利 女孩们也办好了护照 就在沙拉想临走前赚谢尔盖最后一笔时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谢尔盖的 为了杜绝出国后患 沙拉用了很多钱 在一个地下诊所去做了流产 谢尔盖祈求沙拉留下 她将偷到的所有钱都给了沙拉 她以为只要自己有足够多的钱 沙拉便能留在她身边 这个学校最有钱的便是木工课的老师 谢尔盖趁着晚上下课 尾随老师回家 用上课做的木锤打晕老师 把她家里所有的钱都抢走了 事成之后 谢尔盖拿着一大笔钱去找沙拉 此时她正在宿舍睡觉 谢尔盖不顾沙拉的反抗 强行与她发生关系 她以为自己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她 但在沙拉眼里 谢尔盖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的嫖客而已 根本不在自己的未来中 护照终于签发下来 兴奋的沙拉正准备回去收拾行装 路过的谢尔盖抢走了她的护照 她质问着沙拉 两个人就这么争吵起来 谢尔盖夺走她的护照 身后的四个大佬连忙赶来抢夺 被暗倒的谢尔盖用最后一丝力气将护照撕碎 气急败坏的大佬用酒瓶狠狠地在她的头上敲了一棒 一声破碎的玻璃声响 谢尔盖晕倒在水池前 不知过了多久 谢尔盖顶着满是血痕的脑袋回了宿舍 她举起床头柜 将熟睡中的四个大佬一个个砸死 砸出的血污飞溅 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反抗 更听不见砸的声音 几下颤抖之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谢尔盖走出宿舍 下了楼梯 用力地关上楼层的大门 随即消失在黑暗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